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来到东托邦 2023年12月23日,清华大学发布消息称 1992级校友朱令于2023年12月22日在北京去世 新民周刊随后发文写道 朱令还是走了,没有发生医学的奇迹,也没有发生破案的奇迹 朱令没有再站起来,凶手依然是一个谜 有人说朱令案是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案子 有人说这起案件的破案难度是0.5星 专案人难度是100.5星 四年前我们曾经聊过朱令案 但当时的文笔还很不成熟 最近朱令去世之后 我们收到了不少敲碗朱令案的私信和留言 今天我们就来再聊聊这起30年都破不了的一案 故事开始之前先是一个通知 本周的会员视频已经上传 我们来聊聊近期发生在日本的一件令人唏嘘的事件 1973年11月24日 朱令出生在北京的一户高级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吴成之是上海人 1959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 退休前曾任国家地震局高级工程师 母亲周明新是吴成之的同班同学 退休前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的高级工程师 朱令户口本上的名字是朱令令 但大家都习惯喊她朱令 她还有一个姐姐名叫吴金 朱令和姐姐一个随母性 一个随父性 姐妹俩都非常优秀 1987年姐姐吴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大生物系 吴金不仅成绩好 还会弹钢琴跳芭蕾舞 是北大校园舞蹈队的主要成员 然而不幸的是 1989年4月 正在念大二的吴金和同学去野山坡春游的时候失踪 三天后 警方在一个悬崖的下面找到了吴金的遗体 经调查后认定其为意外坠崖 关于吴金离世的细节并不是本期的重点 我们会放在会员视频中跟大家细聊 姐姐的离世让朱令备受打击 她一连消沉了好几个月 更是因为姐姐的意外 在高考后放弃了北大 改报清华 1992年9月 朱令考入清华化学系读书 此时作为家中的读女 她更加努力 在完成学业的同时 进入了清华学生乐团民乐队 因为朱令从12岁就开始练习古琴 所以在短时间内就学会了中软 成为了民乐队里的骨干 不仅如此 朱令还是北京市游泳二级运动员 会弹钢琴英语和德语也很好 曾经有同班的男同学这样评价朱令 她的美是自内而外的 是全方位的 迄今为止 我还从未见过如此优秀和完美的人 可是突然有一天 朱令的身上发生了奇怪的变化 1994年10月 朱令的眼睛曾两次发生短暂性失明 以及数日的视力模糊 10月24日 她开始感到肠胃不舒服 肚子痛 吃不下饭 头发也大把大把的掉 但12月11日 她还是强忍着身体的不适 参加了清华民乐队的129大型演出 并献上了一曲长达10分钟的 鼓琴独奏广陵伞 在镜头前 她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异样 很难想象 她是靠着怎样的毅力 撑下来那台上的10分钟的 演出结束后没几天 朱令的一头秀发就都掉光了 12月23日起 此后的一个月里 朱令入驻北京同仁医院 消化内科病房接受治疗 但是彼时 医生根本无法确定朱令的病因 只能将其笼统地称为怪病 不过好在病情 似乎很快就得到了控制 眼看着学校即将开学 1995年1月23日 朱令不顾母亲的反对 坚决要出院 1995年2月20日 朱令返校 接着怪病又发作了 2月20日到3月3日的十几天里 朱令除了两次周末回家以外 差不多有8天的时间 都待在清华校园内 2月27日 朱令出现了剧烈的双腿疼痛 3月6日疼痛加剧 并且感到眩晕 朱令父母将其送到了 北医三院求治 当时看的还是骨科急诊 医生给朱令开了一些止痛药 但是病情丝毫没有得到控制 3月9日 朱令转入北京最好的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求治 3月20日陷入昏迷 3月23日中枢性呼吸衰竭 协和医院采取了气管 切开术进行急救 当天朱令被诊断为了 急性散播性脑脊髓神经炎 各个器官都出现了衰竭 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治疗方法 医生决定为朱令进行全身换血 先后共操作了8次 每次换血量都在1000cc以上 这虽然控制住了病情 但也让朱令感染了饼干 3月28日朱令又并发了气胸 被送入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 只能靠呼吸机生存 朱令一直昏迷了5个月 直到8月31日才苏醒 在这期间 他的中学同学贝志成得知了他的病情 贝志成上中学时和朱令是坐前后桌的 他形容朱令活泼聪明 又因为女生发育早个子高 朱令就像自己的大姐姐一样 后来贝志成考上了北大 朱令考上了清华 两所学校虽然离得不远 但是贝志成说上大学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见过朱令了 时隔三年 当贝志成在协和医院的病房里 再见到这位老同学时 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朱令全身上下插满了管子光头 贝志成形容自己看到朱令的第一眼 感觉到这是一个同龄人 在跟死神做抗争 忽然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恐惧 他想拔腿就跑 但是双腿就像灌了签一样逃不掉 冷静下来之后 他想帮这个昔日的同学查明病因 而这也让朱令扑朔迷离的怪病 看到了一丝转机 贝志成突然想到 自己有个同学蔡全清 正在做internet链接项目 没准他有办法能借助互联网 向全世界求救 找到朱令的病因 要知道1995年时 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 那时候北京只有中科院北大清华等几家科研和教学机构 可以接入国际互联网 全部能够上网的计算机型有400多台 大多数中国人对互联网都感到非常陌生 就连贝志成本人也只是听同学提过几嘴 自己都没搞明白internet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不过贝志成还是试着把病例整理了一下 写了封求救信并翻译成英语 然后联系了蔡全清 发到了国外的医疗论坛上 帖子发出去之后蔡全清在闷热的机房里守了一夜 没想到三小时内就收到了不少回信 大家都很兴奋 第一次感受到了互联网的力量 随后的几天里他们还编写了一个程序 把这些信件根据关键词进行分类 这时他们惊讶地发现 很多回信中都出现了thileum这个词 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指出 当时贝志成他们共收到了1635封邮件回复 其中有211封都认为朱令是他中毒 在提出诊断意见的电子邮件总数的79.92% 但贝志成曾在一次采访中说 他们收到了超过3000封邮件 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又说 世界各地医生们的回信超过了1500多封 其中30%认为是他中毒 关于邮件数量的准确统计数字早已无从考证 但无疑的一点是 这次的互联网求助给朱令病情的诊断指明了一个新方向 起初贝志成他们还搞不清楚thileum是什么 但在查阅了资料之后知道 thileum它是一种化学严肃 化学符号TI 原子序列数为81 在自然环境中的含量很低 它化合物几乎都是无味的 而且成剧毒常常被用作杀虫药和杀鼠药 也会被一些不法分子用作犯案工具 贝志成吃了一惊 他赶紧联系了北大清华的好多同学 一起加紧翻译了这些信件 并交给了朱令的父母 希望他们能够尽快联系主治医生 给朱令做一次他中毒的检测 刚一开始协和医院也非常重视召开了病情分析会 但是在会上 清华大学化学系的老师 出示了学生接触化学品的清单 非常肯定的说朱令没有他接触史 同时表示清华的化学药剂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需要两个人拿着有毒药剂柜的钥匙 同时开门才能取出药品 协和医院觉得既然没有他接触史 那基本上就可以排除他中毒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协和医院当时根本就没有检测他中毒的设备 但是贝志成看着自己手中收到了 大把大把的国外医生的信件 仍然坚持不懈地劝朱令父母一定要去做个检测 朱令的妈妈被贝志成说动了 但是协和医院没有检测仪器 他们该去哪检测呢 经过打听之后 朱令妈妈得知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的陈振阳教授 正在做他的研究可以帮忙检测 据贝志成所说 当时协和医院拒绝提供给家属任何朱令可供化验的样本 最后还是在协和一位冒着风险打破规矩的年轻医生的帮助下 朱令的父母才取得了朱令的血样尿样和头发样本送了过去 而检测结果让所有人都大为震惊 朱令体内的他含量是正常人体内他含量的上万倍 检测仪器的指振啪一下就打到头了 对于他中毒的治疗其实并不复杂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服用解药普鲁士兰 确诊当晚朱令的父亲吴承之只花了40多块钱 就买了10瓶普鲁士兰 10天之后朱令的血清中已经检测不出来毒素了 陈振瑶降受建议可以停药了 但是由于中毒时间太长 剂量太大 他毒对朱令身体已经造成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略显讽刺的是早在3月9日 朱令前往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专家门诊就医时 主任医师李顺伟就曾告诉过朱令的父母 朱令的症状太像6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例他中毒案例了 他说他中毒的症状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比如说脱发 指甲上的米视线 手足痛等等 李顺伟当天还联系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研究所的张寿林教授 请他为朱令做诊断 张教授给出的诊断结果也是急性他或身中毒 但遗憾的是该所也不具备他的检测条件 再加上清华校方的否定 这才导致朱令的病情又被耽误了整整52天之后 才被确诊为他中毒 1996年朱令父母以医疗事故为由 起诉了协和医院要求80万元的赔偿 但最终法院判定医院不存在过失 不属于医疗事故 不过仍需要补偿朱令医疗等损失10万元 1997年朱令在医院接受康复治疗 第一次接触朱令时 附件医生对他的印象是 视力有光感达到快忙的程度 他读严重损害了神经系统 运动功能语言功能都有严重的障碍 并有轻度的脑萎缩症状 可以说朱令的一生彻底被毁了 无毒有偶 1997年5月 北京大学发生了全国大学校园里的 第二宗他中毒案件 但因为抢救及时 两名受害人均完全恢复 朱令可以说是用他的半条命 普及了一条医疗常识 也让全国高校重视起了化学药品的管理 那么朱令究竟是怎么 接触到这种剧毒物质的呢 陈振阳教授分析了检测结果之后 认为朱令是两次他中毒 因为他体内的他毒的风质 至少有两个 两次中毒 基本上就排除了 误实和自我了结的可能性 陈振阳教授表示 是不可能有人会用他来自我了结的 因为他中毒是慢性的 这个过程太疼了 太痛苦了 1995年5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正式立案侦查 那么究竟是谁要用这种凶残的方式来谋害朱令的性命呢 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名退休老公安王补 曾专门找到过朱明星夫妇 也就是朱令的父母 提醒他们 作案人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 能接触到朱令的饮食起居 能不使朱令察觉而投毒 第二 熟知朱令的活动规律 生活习惯 掌握投毒的时机和场合 第三 懂得他言的毒性 毒理可以接触到他言 第四 有作案动机或有异常表现 他这种元素并不常见 根据公安局所公布的资料 当时在北京市内 工作中需要用到他或者是他言的单位只有20多所 能够合法接触到他的人不过200多名 既能接触到他 又能接触到朱令的人就少之又少了 1995年底 警方告知朱令家人已经有了嫌疑对象 开始短兵相见 窗户纸一捅就要破了 而警方列出的此案的唯一嫌疑人 不是别人正是朱令的室友孙伟 根据警方公开的资料 我们来逐条看一下 孙伟的嫌疑究竟在哪里 第一 孙伟作为室友能够接触到朱令的日常起居 并熟悉他的生活习惯 朱令进入学校之后 住在6号楼的114寝室中 和同样来自北京的孙伟都住在上铺 另外两位室友则住在下铺 朱令返校后 母亲因为担心几次来看望朱令 发现她的宿舍挺乱的 水杯到处乱放在桌子上 表明宿舍里投毒是具有可行性的 第二 孙伟能接触到她 而且知道她的毒理 根据朱令同班同学的爆料 1994年春天 朱令所在的清华92级物化二班的同学们 在分析化学课上得知了她的毒性 当时授课的玉老师提到了 60年代发生在清华的那次她中毒事故 那一年有一个学生在打扫一个闲置了很久的通风柜的烟道时 不小心吸入了她的氧化物 当晚她就离世了 而在1994年9月 孙伟进入了清华大学教授 同爱军李隆帝的课题实验组 当时他们进行的研究项目里 实验材料就包括她研 第三 朱令被投毒后 朱令的宿舍内曾发生过反常事件 1995年4月28日 当朱令父母得知女儿是她中毒后 第一时间找到了 时任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副主任 主管学生工作的薛芳于教授 要求立即牵出同宿舍的同学 以保护现场 查封朱令在学校的所有物品 并进行进一步的化验 但薛芳于教授表示 牵出同学是有点困难的 结果接下来 五一放假期间 朱令的宿舍就发生了一起 离奇的失窃案 朱令父亲吴承之说 根据当时勘察现场的民警透露 宿舍内的钱洒了一地 其他同学的东西都没丢 唯一不见的就是朱令 曾经用过的一些私人用品 包括隐形眼镜和口红洗发液 沐浴液水杯 吴承之还想起来 就在朱令入院后不久的 1995年3月 朱令宿舍里有一名女生 给朱令的父亲吴承之打电话说 朱令剩下的面包 他们几个分吃了 吴承之觉得 是有人在故意销毁证据 至于最后一条作案动机 目前网络上最多的猜测是嫉妒说 也就是认为 孙维嫉妒朱令处处比他优秀 才蓄意谋杀 两人同属 清华民乐队更加剧了这种嫉妒 一开始 孙维并不在清华民乐队中 是进朱令并介绍才进去的 孙维以前没有学过乐器 进去之后现学的中软 表演水平自然比不上朱令 在民乐队期间 孙维和朱令的关系 开始发生摩擦 朱令曾经问母亲说 为什么一个好朋友 好到了非常亲的地步 还是会有不好的地方呢 他举例说 曾经有一次民乐队的活动 临时取消 自己就去古琴老师那里上课了 然后回学校上自习 没想到孙维告诉班上的同学说 今天乐队根本就没活动 本来朱令在民乐队的时间就多 参加班级活动的时间就少 孙维这么一说 更让同班同学觉得 朱令即使是乐队没有活动 也不想来班里 觉得他不合群 还有一次民乐队 请了音乐学院的老师开课 孙维却跟老师说 朱令的音乐水平已经很高了 不用点拨太多了 将朱令挤到后排去 不过这些都只是朱令家人的说法 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既然孙维身上的疑点这么多 那么孙维有没有被抓捕 或者被定罪呢 答案相信大多数人都知道了 并没有 警方给出的理由是 实质性的物证不够 1995年五一期间的那次宿舍失窃 导致朱令的个人洗漱用品 和其他可能有关的物证 全部都丢失了 无法给嫌疑人定罪 朱令的父亲吴成之回忆说 1995年夏秋时分 警察曾经找过吴成之的单位领导 询问吴成之在文革期间 是否与孙维的父亲有过节 这是吴成之第一次知道 此案可能与孙维有关 此后朱家曾提出要跟孙家沟通 但是被拒绝了 1997年3月 朱令家人致信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说朱令的同学即将毕业离校 其中很多人将出国留学 此案急需抓紧侦破 不久又上书国家领导人 4月2日 孙维被公安局14处 作为朱令案唯一的犯罪嫌疑人 带走问话 问讯持续了8个小时 然后孙维由家人领回 这是孙维唯一一次 被叫去问话的经历 1997年6月30日 是清华大学92级的毕业典礼 化学系领导通知孙维 学校接到公安通知 要求缓发孙维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然而公安却否认曾经发出过这样的通知 说公安只管破案 学籍管理是学校自己的事 7月初 孙维家人到公安局领取孙维的护照 公安局没有发给他 但到了当年年底 孙维还是收到了毕业证书 也拿到了护照 因为这一切都只是存在疑点 并没有证据 1998年8月 孙维被解除了嫌疑人的身份 就这样警方的调查告一段落 然而这件事情却没有就此销声匿迹 2002年 贝志成在新语司网站上 发表了一篇题为 朱令案的一些情况的文章 首次将孙某这个名字 向公众公开了 并说到 朱令事件的凶手 还不能完全肯定是谁 但我们要谴责政治在里面的干预 还说 孙某和朱令都是清华民乐团的 但因为朱令水平高 孙某几乎不可能有演出的机会 考虑到朱令第一次中毒 是在明月团12月11日的大型演出之前 这个情况就很有意思了 不过可能是因为 当时互联网社群还不太发达 这篇帖子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 直到2005年 一篇题为天度红颜 10年前的清华女生被读事件的帖子 出现在天涯论坛上 孙维这才成为了舆论讨论的焦点 帖子扒出了孙维家的高干背景 后来新浪新闻的一篇报道也指出 孙维的父亲孙大午是民革中央委员 祖父孙月琪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名誉主席 全国政协委员 煤炭工业部员顾问 其唐伯孙福林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孙维的祖父孙月琪 还跟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关系非凡 在孙月琪百岁华旦时 长者还送来了一张 他与孙月琪亲切交谈的彩色照片作为纪念 天涯上的帖子还说 有传闻孙维祖父临去世前 长者曾去探访他 他的要求就是把孙女放出来 由于帖子被越传越广 当事人孙维有些坐不住了 2005年12月30日 孙维在天涯论坛发表声明 驳斥天度红颜一文引发的谣言 孙维的帖子非常长 里面主要说了以下几点内容 第一自己是被无辜卷入朱令案的 现在也是受害者 还曾经收到过朱令舅舅发来的恐吓信 另外还特别指出 当年被制成请清华北大的同学们 翻译国外医生的邮件 时自己也有参与 第二自己绝不是学校里 唯一可以接触到他的学生 学校说实验室的管理非常严格 这完全是谎言 他们做实验用的是他荣业 是老师配好放在桌子上的 实验室有时也不锁门 也对外系学生开放 为了证明学校对有读事迹 并没有严格管理 孙维还让哥哥将一大屏 有骷髅标记的有读事迹 带出了实验楼并全程录像 第三他们宿舍里的几个摄友 关系非常好 五年来别说吵架了 连脸都没红过 至今仍然是好朋友 第四关于作案动机 悲之诚说是为了竞争演出机会 这纯属是莫须有的 孙维说朱令主要弹的是 古琴是独奏 而他玩的是中软 是伴奏乐器 而且他大三就因为功课紧张 退出民乐队了 他也压根没有打算 也没有参加1994年12月11日的 那场大型演出 事实上关于孙维作案动机的这点 在网上确实有争议 有清华民乐团的同学说 朱令在民乐团里是骨干 他和孙维之间的地位 差距相差实在是太大了 根本就没有竞争性可言 第五孙维还在声明中说 自己爷爷是在1995年12月9日去世的 而自己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被审讯 是1997年4月2日 当时爷爷已经去世了 怎么可能向高层求情 第六孙维还指责公安是戴着有色眼镜进行调查的 甚至在他家安装了窃听器 2002年调查结束4年后 孙维在家中发现了两个窃听器 他说那天亲戚来家里做客 就把杯子放在微博炉里去加热 结果杯子居然炸了 大家这才发现杯子是有加层的 加层里面是个窃听器 孙维还把杯子的照片贴出来了 不过有网友考证后发现 这应该就是一对普通的音乐杯 家层里装的根本就不是窃听器 而是发音器 后来孙维也在第二篇声明中 对窃听器的问题做出了澄清 承认是自己搞错了 并且向警方道歉 孙维的这篇声明看似写的是有理有据 但并没能帮他澄清他在公众心中的嫌疑 有网友指出孙维被审讯的时间 和他爷爷去世的时间其实并不矛盾 孙维的爷爷是1995年12月9日去世的 而公安介入调查是1995年下半年开始的 这更加证明了孙维爷爷在世时 公安是不敢提审孙维的 另外孙维在声明中写到 1997年3月 朱令家人致信北京公安局局长 指出学生即将毕业离校 此案需抓紧侦破 不能放走凶手 不久后又上书国家领导人 这才导致他97年4月2日被突击审问 朱令的父亲吴承之 对孙维的这番言论提出了质疑说 我们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我们上书的具体时间 孙维是如何得知的 这更让我觉得他的背景非同一般 孙维发出声明后的第二天 2005年12月31日 贝之成借用朋友花木兰的ID 在天涯论坛发表了一篇题为 贝之成关于朱令事件的声明的帖子 来回击孙维的反驳 帖子中间提到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 孙维家对案件的干预并非空穴来风 朱令的父母和我都从公安部的不同渠道得知过 朱令父母今年也就是2005年的时候 曾上访希望重查此案 但公安部门私下给出的答复是 上层当年有过批示是不可能重查的 第二 朱令所在的清华物化二班的同学们之间的关系 并非孙维描述的那么和谐 95年是贝之成曾拿着大量国外医生的邮件 到朱令所在的宿舍楼请大家一起帮忙翻译 但有几个女生却说 我们五一的时候都安排好旅游了 实在是没有时间帮你 乌汉二班的一位男同学 曾在给贝之成的邮件中说到 乌汉二班大学期间拿了不少集体荣誉 但男生之间女生之间干部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 只是这些矛盾都被掩盖在了虚幻的荣誉的光环之下了 第三 多年前贝之成去看望朱令时 朱令曾难难不清地说道 我还把孙维当成好朋友 难怪他在我休息的时候老给我送咖啡喝 此后的大半个月里 孙维和贝之成又接连在天涯论坛上发布了好几篇帖子 这里就不赘述了 这波唇枪舌战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直到2006年1月19日 天涯论坛突然发布通知 为有利于事件的解决 有关朱令他中毒事件的话题暂停讨论 次日1月20日 朱令母亲接受了新快报记者的采访 他说看了孙维的声明更加怀疑就是他 时间转眼来到了2008年 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 朱令的家人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了 要求公开朱令案侦破过程相关卷宗的申请 但遭到了拒绝 复议后虽然被批准了 不过公安局的接待人员依旧推三阻四 接待人员表示需要再向上级领导请示后再予以回复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 公开卷宗的事情依然没有下文 2011年12月19日 贝之成写了一篇题为《现实不是童话》的文章 详细回顾了朱令案的诸多细节 末尾他说道 朱令昏迷半年后虽然苏醒了 但是智力只有七八岁小孩的水准 现实不是童话 往往没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我也就写到这儿吧 2013年4月复旦大学也发生了一起投毒案 被告人林森浩在庭审的时候说了这么一段话 因为清华大学朱令案长期没有被侦破 这给了他一个直接的刺激 让他产生了侥幸心理 这才完成了作案 此言一出不仅带火了感谢室友不杀之恩的梗 更是顿时将朱令案的热度又带了回来 当年4月18日 孙维又在天涯论坛发帖 标题是 这么多年和很多人一样 等待真相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这篇帖子的内容只有一句话 去去罪淫高卧 独唱何须贺 笑骂游人 但网友们反击孙维说道 像你这样被千福所指 换了任何人都会斗争到底的 更不用说有特殊背景了 为何你却一直选择沉默 仅在互联网上发声 不去借助司法的力量为自己洗白呢 在网友的激烈讨论声中 越来越多的传闻出现 也有越来越多的声音 要求公开朱令案的卷宗 2013年5月6日 新华网发表了一篇题为 舆论呼吁及时澄清朱令案传闻的报道 提出了7个疑问 第一警方当时掌握了哪些证据 第二案子卡在哪里 第三警方当时只剩一层窗户指楼的表态 是否属实又指向谁 第四诸令家属的询问 乃至申请信息公开 究竟为何堂塞不予告知 第五北京市公安局给出的 不公胎卷宗的原因是 这属于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 这句悬之又悬的话 具体指的是什么 最后新华网发出了灵魂疑问 当年本案到底有没有受到 权力的不正当干涉 两天后的5月8日 北京警方的微博账号 平安北京就朱令令案做出了回应 表示案件没有受到任何干扰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朱令案的真凶除了孙伟 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呢 2013年9月26日 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了 一封奇怪的来信 这是一封朱令父母收到的 写字美国洛杉矶 寄出于美国拉斯维加斯的信件 信的署名是 东东具体身份不小 正是这封信引出了 朱令案的集体投毒说 寄信人东东在信中说 朱令能有今天全是自己中的恶因 他在宿舍里制造噪音 咬乱别人休息 而且出口伤人歧视外地人 同宿舍的人均处于半崩溃的状态 且忍无可忍 只想将他逐出宿舍 于是集体下药 想让他生病流急 后来朱令被独残 纯属计量上出现了意外所致 寄信人还说 当年参与处理此案的人 包括清华大学管理层和政协副主席 都主张淡化处理 不愿意深究 朱令已经这样了 他们不想再毁了宿舍里 其他三个女生的前途 这封信后来被交由了公安处理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信中内容的真实性 以及寄信人的身份 都没有得到证实 不过网友们倒是想起了2005年末到2006年初时 孙维的几篇声明发出后 发生了一系列可疑事件 孙维的第一篇声明是在2005年12月30日晚上10点18分发出的 之后有几位清华物化二班的同学迅速发帖支持孙维 其中有一个名为太阳正暖的ID 发了长达2761个字的帖子 离谱的是太阳正暖的发帖时间是2005年12月30日10点22分28秒 四分半的时间里就打出了2761个字 平均一秒得打出来十个字 这还不算看孙维帖子的时间 我只想说这文案要不是提前串通好的 这位太阳正暖完全可以去申请世界基尼斯记录了 这个ID为太阳正暖的人后来被扒出来正式租赁的社友金某 孙维是被警方提审的此案的唯一嫌疑人 金某为什么愿意跟孙维串通帮他辩护呢 这里面有几种可能性 第一金某实在是太相信孙维的人品了 就觉得他不可能是真凶 第二金某也怀疑孙维是真凶 但迫于孙维的家庭背景不得不答应孙维的请求 第三金某和孙维就是一伙的 替孙维辩护就是保护自己 至于各位相信哪一种就见仁见智了 2006年1月29日 一位自称孙维同班同学的人匿名 发表了一篇题为 我们替孙维辩护的真相的文章 爆料称孙维在网上发的声明 就是一起精心策划的集体行动 他说我的良心已经受了一个月的折磨了 我今天决定把真相说出来 我们几个同学跟孙维确实关系要好 但随着事情的发展 我越来越怀疑他了 这位发帖人还贴出了 孙维事前发给他们的回帖纲要 里面明确写着要注册多个ID 使用不同的IP 记不清楚的事情宁可不要写 也不能写的自相矛盾 要强调孙维的家庭 根本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高干 他生活朴实 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等等 可以说这孙维就是在训练水军了 最让人感到疑心的是 回帖纲要的最后 孙维写道 我准备上刑场的时间是12月29日 刑场是处罚罪犯的地方 他用刑场这个词是不是表明他在潜意识里 已经承认自己做错了事呢 要不然他完全可以用我要上战场了 这样的话来表述才更合适呀 当然了这里也有可能是我过度解读了 随后不久又有黑客攻破了孙维的邮箱 晒出了他和同学之间的部分通信 当时孙维应该已经出国了 所以邮件都是中英文夹杂的 其中一封邮件中孙维拜托同学 帮他一起找论文并翻译 看能不能找到一次被投毒但分两个时间段中毒的案例 孙维想以此来洗清他在网友们心中的嫌疑 因为相比两次投毒能够实现一次投毒的人的范围就更广了 也不一定非要是能接触到朱令日常生活起居的人 但事与愿违这样的论文没能被挺村派们找到 到是2018年国际法医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 似乎更加证明了真凶极有可能就来自朱令的宿舍 朱令重度20多年后 朱令的家人将1994年底至1995年间 从家里的毯子上收集到的一些朱令的头发 寄给了美国马里兰大学研究员理查德大卫阿什 理查德利用激光烧石电感藕合等离子体质朴技术 对头发进行了分析 这是一项什么技术我们不用深究 我们只要知道一点 我们的头发是会像树的年轮一样 记录不同时间段我们的生命信息的 2018年理查德将分析结果发表在了国际法医学杂志上 朱令是1994年10月第一次发病的 12月中下旬头发全部掉光 之后学校放寒假 朱令入院治疗 新的头发又长了出来 1995年2月第二次病发 3月头发再次掉光 一根编号为9 12月下旬脱落的长7厘米的头发显示 朱令从1994年8月中旬开始就频繁的暴露于他毒之下了 1994年8月中旬到12月中旬的4个月之间 朱令头发里的他毒含量出现了20多个峰值 10月中旬更是有一次大剂量中毒 这也与朱令1994年10月第一次发病的时间是相吻合的 另一根编号为5 1995年2月长出3月脱落的长0.7厘米的头发显示 朱令1995年2月3月间也多次暴露于他毒之下 而且剂量比1994年时要大得多 这两根头发在默默地控诉着一个事实 有人长期在朱令身边多次投毒 并且是边观察朱令的症状边调整剂量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一点是 朱令的头发中除了检测出了他还检测出了铅 不过也有人对这篇论文的权威性提出了质疑 首先乌论文的第一作者李查德是马里兰大学地质系的研究员 跟物理化学八杆就打不着边 其次朱令的头发样本已经脱落二三十年了 当年取样后是如何保存的保存期间是否可能遭到污染 这些问题李查德在文中都没有予以说明 其实除了孙维真凶论和集体投毒论 网上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一直在为朱令案奔走的贝之城身上也有一点 贝之城在朱令案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如果不是他当初想到了通过互联网联系国外的医生 并且一直督促朱令父母进行他中毒检测 朱令可能早就不明不白地走了 连病因都查不出来 在挽救朱令生命这件事上 贝之城绝对是立了一功的 但这么多年来 贝之城针对朱令案所发表的一些言论 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首先在收到国外医生的邮件数量上 贝之城就有所夸张 他说他们收到了超过3000封邮件 可这个数字后来在多家媒体的报道中一直有变动 有媒体说是1635封 有媒体说是1500多封 是贝之城随后又改了头 还是说媒体又找到了和贝之城一起去收集和翻译这些邮件的其他同学呢 我们不得而知 其次1995年下半年清华一度有谣言说朱令之所以中毒 是因为朱令的父亲走私他 朱令不小心沾染了 后来贝之城在一篇声明中指出 谣言的源头最终查明就是孙维 可这个源头是怎么查明的 证据又是什么 贝之城都没有交代 另外贝之城在那篇题为现实不是童话的文章中说 当初是他写好了中文的求救信 后来找了一个美国朋友翻译成地道的英文的 我找来了那篇英文求救信的原文 可以看出里面有明显的语法错误 拼写错误 最重要的是这篇文章的表达方式是中式英语 不可能出自一个美国人之手 贝之城在求救信的翻译问题上应该是撒了谎的 贝之城的言语中诸如此类的漏洞其实还有很多 由此可见他在发表个人观点时 其实是缺乏严谨的态度的 除此之外还有网友霸出贝之城的家事 其实比孙维还要显赫 贝之城的母亲是著名翻译家贝露英 贝露英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 国家经委国家纪委的外事部门工作 给方毅朱镕基 李鹏等国家领导做翻译 贝露英的父亲也就是贝之城的外公龙浅 是中国的开国少将 曾任华东军区保卫部部长 南京军区防空军政委 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网传贝之城的父亲是郭炎迪 祖父是郭化若 郭化若是中国的开国中将毛泽东的军事高参 不过贝之城是否真的就是郭化若的后代 这点我没有找到足够的资料来多方佐证 所以真实性还是存疑的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朱令家也是相当有人脉的 朱令的外公名叫朱启明 原名朱涛普 毕业于民国时期北平四大名校之一的燕京大学 曾任北京市商业局副局长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顾问 1997年朱启明曾找到老同学黄华 将外孙女朱令中毒的材料交给黄华 黄华是原中国外交部部长 国务院副总理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这就是之前提到的朱令父母 上书国家领导人的细节 所以朱令一家既是不幸的 也是幸运的 换做毫无人脉的普通人碰上这种事 最有可能的结局就是求告无门了吧 在朱令父亲吴承知的记忆中 照顾女儿令令的这近30年里 所有事情都是以医院为坐标发生的 讲起某件事实 她总会以在某某医院的时候作为开头 她算了算过去30年经历的大事 每一件几乎都跟疾病有关 非典和新冠朱令的几次病危 自己经历的一次脑梗 一次肠梗 一次脑出血 想想30年也很快都过去了 对于朱令父母而言 这30年时间仿佛停滞了 生活一成不变 他们也最终没能等来 法律上的真相和正义 而朱令的身体状况也是反反复复 常常刚有起色 又被一次感染打回原形 2011年朱令因为肺炎 被切开气管之后 就再也没有被合上 她的喉咙无法发出声音 需要用呼吸机维持余生 肺部也多次感染 之后又患上了糖尿病 肺部肿瘤 2023年年中又查出了脑瘤 朱令的父母都是接受过 高等教育的传统知识分子 温良公俭让 就像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品德 二老的两个女儿一死一残 他们所承受的打击 非常人可以想象 但即使是这样 二老在任何场合说话做事 依然保持着克制和忍让 也从来没有怨天尤人 朱令的45年一书的作者李佳佳 是这样描述朱令的父母的 两位理工科知识分子 把悲伤和痛苦小心翼翼地掩盖好 体面而不卑不亢的保护和支持 女儿体面而不卑不亢的生活 至于追凶 朱令的父亲吴承之 如今已经看得很淡了 他说事情捅到头了 已经是这个结果了 还能怎么样呢 这个事情本身我们已经放下了 查呀什么的 已经没有必要了 我们脑子里清清楚楚的 2023年11月18日 朱令脑流发作 颅压过高 瞳孔放大 高烧至39度 陷入了重度昏迷 家人称已经做好了准备 尽管如此 他们还是希望 令令能够撑到 11月24日过完他的50岁生日 12月22日 就在50岁生日的一个月后 朱令走完了 他坚强又艰辛的一生 另一边 孙维于2006年 改名为了孙某言 这些年一直在国外 起初是在美国 后来去了澳大利亚 2013年5月 有近15万美国华人请愿 要求美国移民局 把孙维驱逐出境 最近类似的剧情 又在澳大利亚上演 这么多年过去了 朱令案在法律上 虽然依然是悬案 但是真相 也许早就已经浮现在 每个人自己的判断里了 悲剧不可逆转 如今人们最在意的 其实是那双神秘的大手 究竟还会不会影响 公平与正义 以及法网之外的凶手 会不会再催生出 另一起惨案 这起案件 其实还有很多 值得讨论的细节 就比如说 朱令当时 其实是有一个男朋友的 但是案发之后 他的男朋友 几乎是一直保持沉默 此外 清华大学和协和医院 在这起案件中的责任 也值得讨论 时间关系 这些内容 我们就放在会员视频中 跟大家细聊 朱令的初中同班同学兼 清华校友张璃璃 曾经说过 朱令案触动了 太多人的粮食 只要朱令活着 我们每年还能 祝他生日快乐 这就非常有意义 如今朱令虽然离开了 但我相信 他已经作为一个符号 永远地活了下来 为他发声的声音 也会像他当年演奏的 广林伞那般 慷慨激昂 延绵不断 那今天就到我们 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拜拜